教育部上周是公布了防疫停课标准 匡列对象是以九宫格作为匡列 但是引发了家长和部分学生的不满 而教育部在10号的时候又再度发函给各个学校 说如果学生的家长认为有防疫需求的话 是可以请防疫假 学校也必须从宽认定 家长基于防疫目的请防疫假不再强制交证明 也不纳学生出缺情 教育部一周内立场转变 恐怕是扛不住舆论压力 家里请防疫假在各校的处理状况 已经都是本来就采取宽松了 学校是最直接接触孩子的地方 老早已自主应变 只不过有了不得明确韩文 实施起来就更没压力 但随着请防疫假学生越多 老师更担心的是学习成效 因为其他种种原因请防疫假的同学 那我们需要同学跟家长也明白 他也必须要为自己的学习负责任 请了防疫假学生在家可远距同步上课 而针对线上学习学生 教育部也请学校成绩评量采从宽认定 如果老师进度落后学生协助 终点费也能清零补助 但最近就有老师反应 不少家长替子女请防疫假 整间教室变空城 校园 秦童 类三级 国三即将面临教育会考 那高三的学生 现在剩下的就是分科测验 不确诊不然意为最优先的考量 大部分这些学生 他们就会请防疫假 国中会考倒数十天 确诊就不得应试 但居减 居隔等可在备用市场考 也扩大准备依不同类型 规划八到二十人一间 各考区已至少准备六间 二类备用市场 高雄更是超前部署 高国三学生 五月十四到二十号 补习班改采线上 眼看本土确诊学生一铺五万 全国二十二线市 仍有两千多校停课 要让孩子考试能正常发挥 随着防疫假规定放宽 家长也自主应变 帮孩子躲病毒 TVBS新闻张敏如宣彤 她也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